各位你的OBS裡面 你要錄音的時候 我們會先注意到 就是錄影錄音的時候 收音的部分 會先注意到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就是控制你的音效收音的部分 如果你的電腦有很多麥克風 那你可能要在設定這邊先在屬性上面 先確認一下你的收音麥克風是哪一支 通常如果你筆電就會有一個內建的自帶的麥克風 然後你如果在外加一個USB的麥克風 那這邊又會多一個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去做選擇 那盡量不要用預設 因為預設有時候電腦會抓錯麥克風 那抓錯麥克風效果就會打折扣 那第二個你要注意的是 你可以測試一下你講話的聲音 就是正常講話要錄課的聲音 如果說你發現這個量的顏色 如果說都已經跑到紅色這邊了 那就表示你這個聲音太大聲 聲音太大聲 那聲音太大聲的話 要嘛就是你在這邊 這邊這一個拉拔直接往下調 或者呢 你在或者你在那個等一下的外掛裡面 直接加加限制器 那它就會控制你聲音就不會跑到紅色那邊 避免產生爆音 那我這邊呢就 因為我等一下會在剪輯那邊做處理 所以我這邊就不特別去處理 這樣維持一定的音量 那所以通常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會希望你錄音的聲音是 在黃色頂多最大聲到黃色區域 不要到紅色區域 所以你去測試麥克風 你會發現電容麥克風比較容易 跑到很右邊 但是電感式的麥克風通常會在左邊而已 所以會需要比較大聲 好 所以這個是等一下調整的時候會留一個地方 好 那所以現在要進入重點 剛剛我們講的四個外掛 那外掛的選項是在設定這邊 設定這邊有一個濾鏡 當你選到正確麥克風之後 那我們要去開濾鏡 開濾鏡 那濾鏡這邊呢 目前是空的 就是我沒有 目前沒有使用這個OBS的軟體濾鏡的部分 好 那所以如果你的麥克風沒有自帶降噪功能 那我們就要去開啟這個降噪功能的濾鏡 所以你就在這邊加 或者在空白黑色的地方按新增 按右鍵 然後新增 這也可以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 第一個最常用的雜訊抑制就是AI降噪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邊點選雜訊抑制 那你可以取一個名稱 按確定 那這邊不用去做選擇了 就 原來預設的就可以了 預設的就可以 好 那麼當你把這個功能開啟的時候 就是你已經加進來之後 你的電腦這時候其實就已經開啟雜訊抑制的功能 好 那會讓各位分辨呢 我現在先把那個我硬體的雜訊抑制先給關掉 硬體的那個AI降噪先關掉 好 那這個是真實情況下 在麥克風沒有使用硬體降噪 那 可是你的OBS開啟了硬體降噪的錄音的效果 好 那你可以聽聽看這樣的一個聲音 好 我還是在辦公室 還是有一些背景的噪音 好 你看看這樣的一個效果 就是利用OBS降噪的一個效果 好 那麼現在我如果把它拿掉 我如果把這個雜訊抑制拿掉 好 那我現在講話的效果 也是同樣在剛剛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應該還是會有一些 背景音 鍵盤敲擊 或是說風扇 或是 可能有同事在講話的聲音 應該都可以聽得 稍微聽得到了 好 那這是沒有開啟那個濾鏡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回來這邊 我還是把濾鏡開啟 好 那所以我把這個濾鏡給打開 達訊抑制 好 打開了 好 所以現在 現在聽起來應該就會 呃 環境音會稍微降低 會降低 會有一點降噪的效果 好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另外第二個 就是第二個呢 是你的 你的麥克風 如果是那種筆電 內建的麥克風 好 那我們就會使用到增益的部分 增益的部分 那這個增益的部分就是放大的功能 放大的功能 所以我們一樣給他取一個名稱 那這邊就可以去做調整 好 所以往右邊呢 是變大聲 好 所以你現在聽我的講話聲應該會一直變大聲 好 好 那往左邊呢 是縮小 把聲音變小聲 好 那這個部分我這邊就不調整了 好 來 內定值 好 好 那所以如果你的麥克風總是很小聲 或者你用的是動圈式或者是筆電的麥克風 那你可以在這邊把聲音調大 那調大到什麼樣的狀態呢 調大到你的聲音會落在這個黃線區 綠色跟黃色落在這個區域 那基本上就ok了好就ok了 好 那這個是爭議的部分 那第三個叫做限制器 你看我現在 我電感麥克風收音實在太好了 都已經到紅色那邊去都報音了 那麼所以我把限制器打開 好 限制器 那加了限制器之後呢 這邊會限制 這邊會設定一個值 那這個值呢 你看一下這邊這個就是db 往最左邊是-60db 最右邊是0 那那個破音區域紅色的區域大概是在-8左右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的聲音會超過這個區域 那你就可以把它設定在-8 那你設定在-8之後你會發現你不管怎麼大聲 它都不會超過-8 我試一下 好 我講話很大聲很大聲 可是它都沒有超過-8 所以這個是限制器的功能 可以避免你破音 避免你破音 那 這是第三個常用的功能 那再來第四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噪音域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的控制設定上面比較複雜 那也不是很複雜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噪音域的功用是說 你現在我如果 我如果調的很高 你應該會聽到我的聲音斷斷續續 先把它降下來 再跟各位說明 好 那這個噪音域的功能是說呢 剛剛我調的很高 然後各位應該聽到我的聲音斷斷續續 那我現在把它降下來 方便我跟各位做說明 好 那噪音域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 環境有一些抵噪的聲音 它可能在這個附近在飄移 它就是有一些噪音 那這些噪音呢 你已經開了雜訊意志還滅不掉 比如說鍵盤敲擊的聲音 那我們通常就會開啟噪音域 然後開噪音域的時候 我們會先 在還沒開之前 還沒開之前 我們先測試一下 我先把它關掉 在還沒開之前呢 我們會先測試一下那個噪音 比如說鍵盤的聲音 滑鼠的聲音 好 那你剛剛按了一下滑鼠 你會發現它好像沒有超過-40 對不對 沒有超過-40 那我要先講一下 那噪音域的 如果你設定超過中間一半 它你的收音就會因為你的前面講的聲音 可能太小聲 它就會直接把你切掉 好 那所以這個使用上盡量不要超過一半 那剛剛我們的滑鼠呢 按鍵的聲音是比較沒有超過-40 的部分 好 所以現在我們如果開啟噪音域的功能 噪音域 好 那開啟噪音域之後呢 它是這樣子 就是你這邊設定的這個db值 如果在這個db值 你的臨界值以下的聲音 它會全部不收 好 全部不收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那些 剛剛講那些 鍵盤的聲音 滑鼠的聲音 它是在 它是你的雜訊意志 AI降噪的部分去不掉的 那但是它又沒有很大聲 可能在-40以下的 那你就可以去做這個噪音域的設定 好 那我們剛剛有試了一下 那個聲音大概在-40以下 然後這個開啟法子呢 就是說你超過多 多少就會開始再度收音 所以我們通常會大概多一多二 多一多二 那所以你開啟噪音域之後啊 你講話的聲音如果 或者是說你的環境聲音 低於這個-40db 它就一律不收 所以我現在先不講話 然後等一下按滑鼠 我想你應該沒有聽到聲音啦 但是我有按滑鼠 所以它是在-40db以下 它就會全部都不收 那所以你那個噪音域 但是這個東西不能開高 因為開高的話你的聲音 剛比如說剛開始講話講出來那個聲音 或者 那個講話的結尾那個聲音變小聲了 它就會幫你切掉 所以使用噪音域的時候要特別的 特別的留意 好以上這四個是我們 我們經常使用的 尤其是前三個 前三個是我們在 一般如果你的麥克風沒有很好的時候 我又希望得到一個良好的收音狀況 我們會使用的一個OBS的聲音濾鏡 那前提是你是要做錄影或串流輸出 才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你沒有 你是在做這個 Meet上課 那因為它沒有辦法做聲音再變成另外一個音源的部分 那所以你的你的Meet上課是沒有辦法用OBS的濾鏡去做處理的 那這個部分就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也有這樣功能的東西 你可以去試試看軟體式的AI降噪 那它是幫你的麥克風直接做了AI的處理 那你不管用Meet上課或是用其他的視訊軟體 直接去提取這邊的音效 它就會經過 就是已經經過處理後的音效 以上是今天講的OBS的這個聲音濾鏡的部分 感謝各位